新冠肺炎疫情打乱国内外民众出国计划 不过台湾的经贸不能等 讨论了三个月的经济泡泡终于成型 护国人健康的前提 又能够在安全的环境跟控制中 来往来增加外交增加经贸 增加其他方面的互动 这也是必要的 会有相关的专业的 我们来做出各种方面来做法 来满足各方的需要 经济泡泡首例是美国某电子厂 预计来台停留三天不需隔离 来台人数限制在9人以下 小规模短进短出 而且活动范围限制在饭店办公室 全程由经济部人员陪同 是由主管单位对必要性做审核 我们这边就负责 对于他的一个防疫的计划 做审核跟协助他来进行 那主管的单位必然要有人 做完全的监督 那些许写这个防疫计划的必要 负起相当的一个法律的责任来 外国商务人士要借由经济泡泡来台 必须符合必要性 也就是够大咖才行 但台湾的相关防疫流程够不够 国际上比较用的泡泡都是 大概要测两次到三次 都是阴性的他就比较放心 就全程至少要测两次到三次 这是国际上的一些做法 那国内的做法就是 目前我们其实不知道国内 因为整个还没有正式公布 经济部表示这次经济泡泡如果出事 经济部会负担选择 台湾疫情稳定 重新恢复经贸活动不能等 但你这颗泡泡必须要够安全 才不会为了经济却坏了防疫 网友新闻林志鹏黄明晨 台北报导